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貨物 好 我們已經來到了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裡面最重要的 就是去看尿尿小桶 這個尿尿小桶只有53公分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布魯塞爾的市中心 這個市中心的廣場 在歐洲的每一個城市都有它的廣場 我來了 我來了 我來拍攝影 黃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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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了 黃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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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拍攝影 阿中你沒來沒菜 嗨 他沒來好了 還沒把我們加掉 大家都真的在畫面上 每一個人都好年輕好帥喔 我們來到這裡是布魯塞爾的黃金廣場 你看到這些建築物 就知道黃金廣場的由來 你看我們這個團體算大團 開心的理由 那我們慢慢走 我們就要走到 比利時布魯塞爾最重要 去看尿尿小童 我們已經看到了 這個尿尿小童 這個尿尿小童 其實是很有故事的 他分季節性給他換衣 我們大家在這裡看這個尿尿小童 其實這個尿尿小童傳說是假的 這個放在哪裡 這個放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博物館 還有有人說 布魯塞爾的博物館那個尿尿小童 也是假的 這尿尿小童 在這裡放在這裡 在這裡放在這裡 可能不是真的 博物館裡面也可能不是真的 那這個博物館 這個尿尿小童 他放在這裡 他放在這裡 尿尿小童都讓人給他祈福 所以比利時的當局 就用一個鋸 他做取代品 放在這裡 他真的拿去布魯塞爾的博物館 但是背後 那疑點還是蟲蟲 有這個研究小童雕像的人 他本身都研究不出來了 也不知道說這個尿尿小童 到底真的是怎麼來 所以他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一個學生 他就仔細就是他研究 他發覺說 這個尿尿小童的歷史很模糊 他說根據 不知道他的真的 到底是仿製品 歷史上的紀錄 也是真困 也有很多疑點 也有人說到現在 也不知道真的尿尿小童在哪裡 所以在這裡看尿尿小童 以外 也是要來買一個 世界出名的巧克力 這些巧克力也很出名 大家運氣很好 來到這裡等到 這是生日紀念日 在這裡還有活動 我們可以看 這個有關於尿尿小童的歷史 我們可以追溯到一錄一九年 當時布魯塞爾 請一個世界很出名的雕刻師 叫做杜奎斯諾伊 把它雕出來的 有人說 這個尿尿小童是為了要紀念 那個 武德活雷德三世的公爵 他當初是他兩歲的時候 他就跟軍隊去出城 整年都把他放在搖籃 搖籃 把他掛在樹上裡面 這個公爵 所以他有時候會放在搖籃 每次放在搖籃 去把他抓到這些兵 所以他在尖尖的姓李 這是另外一個傳說 還有另外一個傳說 就是十四世紀的時候 尿尿小童就是 為了要紀念一個小男孩 無意見發現 那個笛筋要炸毀 那個尿尿城牆的時候 找不到那個滅火器 還有一個小孩給他撒尿 很多小朋友撒尿 所以就把這個救就好 就是把這個水給別吊 都叫很多小孩來放藥 這個故事很多 有說這個小孩 有的小孩都去別人的避風 小便啊這些孩子 都四家都到處去尿尿 所以很多小朋友都到處尿尿 所以這個城市 才做一個尿尿小童 所以這傳說的故事很多很多 如果真的要講 要說很久很久很久 等待以後有機會 我們能夠得到真實的答案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就是非常好玩 所以說到現在尿尿小童 哪一個是真的到現在還不知道 故事的傳說很多 反正這些我們都聽一聽 可能會讓你想到有點日本的感覺 會想到另外一個人叫辦公 有沒有 有辦公 OK 每一個地方都非常漂亮 比利時完以後 我們馬上要去路特丹 路特丹就進入了阿姆斯特丹了 哇 吃飯的餐廳這麼漂亮 有時候不要看菜好賣 看餐廳漂亮賣 再給你們去就知道這個菜好吃 這個菜好吃 哎唷 這都設合我們台灣人的口味 其實旁邊的話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圖戶區 逛街的地方 不過呢我要幫你們問一下 晚上有沒有Super Market 有你們就去逛好不好 好 我們已經來到了路特丹 今天晚上住在路特丹 我們住的這個地方 叫做我們大的飯店 大西爾頓耶 每一天都住這麼好 很好耶 好享受 其實旅遊住是很重要的 我們住這麼好的西爾頓飯店 又在市中心 旁邊還可以設計買東西 市中心 你看這飯店這麼漂亮 好棒喔 睡覺喔 享受一下 晚上睡覺囉 做的 囉 LS joy librari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